ZG甲这僵尸经常有朋友在问 本期视频呢 小萨就带大家来了解一番 ZG甲在PVZ2国际版中 仅仅会出现在竞技场和攀离追击中 算是一种BOSS僵尸 它非常难缠 同时具有三个阶段 后一个阶段的ZG甲 比前一个阶段的ZG甲 还会有能力上的提升 ZG甲出场的时候 是浮空的小鬼献献身 会和跑步机一样 撞死设置好的植物 浮空的小鬼不会被山叶草吹飞 不会被飓风甘蓝吹飞 某种程度上来说 免疫大部分植物攻击 不过撞上着二苦城 会直接闪烁爆炸 扎死的灰烬 尸体还是撞横僵尸 登场之后的ZG甲 一阶段时会召唤未来技甲小鬼 有一个传送的技能 能够把场上的僵尸 传送到前方去 这个技能和魔术式的传送 简直如出一辙 一阶段的ZG甲挂的时候 会把小鬼僵尸给弹出去 二阶段的ZG甲会开始发射导弹 目标是随机的 导弹命中的地方会产生弹坑 弹坑消失前 无法再次种植植物 这个弹坑和山叶炸出来的 也是非常的相似 导弹攻击的植物 如果没被秒杀 是会被持续受到伤害的 二阶段ZG甲 机甲退回去的时候 还会伤害后边的植物 三阶段开始会召唤宇航员僵尸 还有几率召唤飞行器僵尸 和飞行器武者 这给我的感觉和迪斯科3000很像 因为那个光球都亮了 第三阶段的ZG甲被干掉之后 不会弹出小鬼僵尸 最后的尸体灰烬 还是小鬼本体 对于ZG甲 各位的看法如何 欢迎发表自己的观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